巴菲特传奇合伙人 塔里芒格给聪明人十个人生建议 第一 少开会 官牛主义会带来工人的障碍 自己的前五百强伯克希尔公司 他们内部非常少开会 因为巴菲特说 如果我参加一个很多人都在说 语曲话大型会议 我真的会感觉非常头痛 二 保持无私的名声 芒格说如果你保有一个体面和无私的名声 你这样会赚非常多钱 三 你想要获得某样东西 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自己配得上它 我们人的一生 能说成一句话 找机会不如修炼自己 但这句话的重点不是后半句 而是前半句 你要避免那些看起来像机会 但是杂七杂八的诱惑 四 避免愚蠢 成功的秘诀在于 找出愚蠢 然后避免愚蠢 芒格拼命去收集疯狂和荒谬 然后避开疯狂和荒谬 这是平凡人获得成功一种 非常快的方式 成为一个天才很难 很多聪明人在他上场的领域以外 都会做出一些愚蠢的决定 所以八非诚和芒格的做法就是 我拼命的把愚蠢 收在一个清单里面 尽可能避开里面的一切 五 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才能成功 怎么样去找到人生的目标 是非常多人关心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啊 查理芒格认为啊 从他的人生经验来说 你要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你才能成功 如果你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还要要求你要把它做好 那问免对人性的要求 也太高了吧 除了兴趣之外呢 你也要去选自己 有过人之处的领域 比方说如果你身高不高 你就不要打篮球 你可以去打桌球 最后啊 也不要觉得世界啊 会依照你的方式来运转 第六 想要成功不透过增幅改变 而是透过避开改变 所有成功的投资啊 都是尝试去涉足那些 价值超过你支付的事物 七 透过啊 限制不练因素 避免错误比聪明更容易 你可以尝试建立一个心智模型 如果你做的事情啊 都会浓烈让你受到伤害的时候呢 即使你多强大 你始终会失去运气 如果我们总是把自己 曝露在危险之中 这个时候忙格建议 你可以建立一套自己的心智模型 这样啊 当你要做出重大选择的时候呢 可以确保啊 你不会遗漏关键重要的东西 八 你用好的价格去买一间普通的公司 不如啊 你用合理的价格买一间好的公司 九 人啊 有二十五种心理形象 也就是思维的定势 他会在不自觉中影响你的判断 所以啊 忙格锻炼对自己有用的心理学 第一 就是翻转 如果你想知道怎么成功 就先去知道怎么做会失败 忙格啊 不学习成功 而学习失败 从任何失败的教训中 把它翻转过来 都是你可以获得成功的 关键现实 第二啊 是跨界 忙格啊 他喜欢从反面来入手 蠢人啊 他很愚蠢 对他来说 都是宝贵的学习教材 蠢人和鱼蠢 大处都有 他们去到哪里 忙格就跟去哪里 仔细观摩 不自觉啊 建立起自己的行业壁垒 10 我这辈子遇到每一个聪明的人 没有一个不每天阅读的 没有 一个都没有 棉花一代宗师 最好的方式就是了解他 实践他的智慧 来 喝茶 这东西 对永远来说 非常受用 分享给每一位聪明的你